太陽 太陽 快 醒醒 大長老 大長 怎麼回事 爹 杜忌哥怎麼著火了 聶子 聶子 弟子 爹 族长 你这是 你 族长 我给你 族长 爹 小颜 你要干什么 你今天杀死了这么多族人 难道你现在 还要杀死你的亲爹吗 杀族人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把你套的斗机拿出来 后面是什么 还撞呢 后面有 就是为了这个 你就杀了这么多人吗 小家到底可被你毁一弹 小家前年 他们养出了你这个畜生 爹 我不知道啊 我 我没有 这件不是我干的 尘少没有 臭小子 还敢做硬 小家千年的斗机阁呀 就这么被烧了 什么都不剩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啊 看到你跟我吵完架 进了斗机阁 大长老确定就把他杀了 放火烧了斗机阁 你还让我说什么 我 我没有啊 我 你手上拉的是什么 安 爹 我 问真的我 天叫我爹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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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向祖宗认罪 爹 顶庄长老 是我的错 我认 可是这斗机 我真的没有拿它 这斗机阁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列祖列宗在天有灵 他们都不会怪我 你 还 还以狡辩 你还以狡辩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族长 天不由我小家 你长大了 你走吧 走 天 别瞧我爹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小斩 要没你这个儿子 我和你一刀两断 爹 萧嫣哥哥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要跟他走 我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相信他 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要跟他在一起 好 你们都长大了 好吧 走吧 本来你也不姓萧啊 从此萧嫁 没有后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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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嫣哥哥 我们走吧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没有 这些是不是我看的 我有没有杀这些人 我听见这里吵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烧起来了 我只见你从斗技阁里面冲冲 他们都说似的 我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些都是我的家人 我死也不会碰他们一根手指头的 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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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衍哥哥 我相信你 作曲 使你 是 大人生处 我陪下飞凤雁 那边花下是雨 流伤昏暗淫雨 只留我空悲戒 大哥 臭小子 长这么高了 大哥 臭小子 别跑了 站住 大哥 过来 别跑 站住他 你去 站住 臭小子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别闹了 别跑 臭小子 这么长时间不过来 是不是把我们俩都给忘了 怎么可能 我这不过来了吗 臭小子 来 家里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吧 听说了 不过 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 到荒漠里了 就没有人敢叫射根子了 对 再说了 家里那些长老说的话 我统统不相信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 跟大哥一起出来 那事真不是我干的 不管是谁干的 这是天高皇帝远 没人说 就算组长追来 我们也照样帮你说话 谢谢 我这一直听说 家里多了一个 天资国色的妹子 萧嫣 还不快给我们 介绍介绍 萧嫣 这个呢 是我大哥小鼎 这是我二哥小丽 大哥二哥 这是咱家妹子 萧嫣儿 大哥二哥好 好了好了 走走走 我跟大哥等着你一上午 肚子都饿死了 走吧 赶紧回家 走吧 走 走 去家吃饭了 走 萧嫣 这儿就是 出入蛇人国的要道 也是驾马帝国 和出云帝国的边界 傭兵多 商人多 盗贼也投 你要是喜欢打下呀 可就来对地方了 这儿这么多贼啊 别听你二哥瞎说 这儿有的时候是贼 有的时候 是别的傭兵团 过来抢生意 你二哥那脾气棒 不打架 他就难受 全员 薛儿 这前面 就是咱家了 小鼎啊 叫你爷爷干啥 不是 乌鸢帝国出了一批货 这会儿 把天煞拥兵团结了 老大 让我通知你 这活儿我他娘早就贪妥了 跟你们又他娘什么关系 我们老大说 你们墨铁拥兵团 太欺负人 什么活儿都抢 是吗 金山银海 放个屁都有裤裆 咱们都是一个镇子的 就不能互相照应点 照应 好像他们团就没有一个 能干事呢 是吧 是 是 你们总丢货 要真想要活 让他自己过来求我 我没工夫 搭理你们这些虾兵蟹将 滚 滚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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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大说了 滚 滚 已经请来一位高手 这次就过来让你们看看 到底有没有能耐压货 早说呀 你们先吃饭 我倒要去跟这位高手交流一下 你们萧家 在乌坦城里是废物 来这儿装英雄 好笑 好笑啊 就ừ 给我 二哥 我来吧 你刚刚说谁是废物 我说的是萧家的人 你是吗 我姓萧 叫萧爷 哦 我知道 可你爹已经召告天下 说你不是小家的人 想不到你躲这儿来啊 别废话了 要打吗 赶紧动手吧 你这样的斗气 也叫高手 好 厉害啊 好 厉害啊 好 厉害啊 还打吗 好 厉害啊 仙人哥哥 我刚才没有把他打死 好 厉害啊 你说 我会不会真的打死鬼 不会 你那一下 对付那些毛贼还行 对付长老 他差点养了 我就知道 我那弟弟不一般 来 干了 大哥 我真不会喝酒 好 弟弟 哥哥跟你说 组长的飞鸽传书 我们已经收到了 但是我跟老二都相信 这事不是你干的 你要真是那样的人 也绝对不会跑到这荒漠里 跟着我跟老二混 就从这个 干了 好 谢谢你们 可这酒我真的不能喝 我一喝酒 喝了吧 哥知道你心里苦 喝了酒没那么苦了 挺喝的吧 嗯 雪儿 萧嫣哥哥真的不会喝酒 我替他喝也是一样的 你们都应该喝了 你们看 你们刚刚在飞鸽传书 你们还没喝酒 我还没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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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看 你管我好酒 我还没喝酒 哈哈哈哈 一枥的 他还有一天 一架 天啊 天啊 一架 一架 朝刺 一架 一架 天啊 你们俩别动啊 是天上阴兵团 这是阴魂不散 追到这儿来 把你们从乌坦城 接来的兄弟 喊出来让我们认识认识 就凭你 萧颜哥哥 萧颜哥哥 反正他现在已经不姓萧了 你们兄弟俩 何必苦苦护着他呢 我听从加玛帝国来的商人说 他结了萧家的斗技阁 身上宝贝多得很呢 应该见面分一半是不是 老二 人家想要咱们家老三身上的宝贝 你说怎么办啊 怎么还有云兰宗的人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拜托 快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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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阿哥 大哥 二哥 没事吧 没事 咱们行运阁的人也来了 你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交给我了 三弟小心 你 你怎么会 我们星运阁的斗计 药臣 药老 你怎么称呼他 药老 药老是我们星运阁的祖师 我们辈分不够 只远远见过他 不曾得其清传 刚刚得罪了 要杀就杀 别装什么好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 你是肖战的儿子 也是古师姐 呸 是那叛徒 古妖女的儿子 你娘背叛师门 你比你娘更厉害 连家门都敢背弃 果然是一对好母子啊 就这样青天白日的乱杀人 哪还有道理可言 什么五大家族 什么百年联盟 依我看 一切都丧尽了 连个信歌都飞不出五坦城 不然 找几个好手 二十个人 三十个人 我们一起冲出去 什么 你就是叫一百人二百人往外冲 那也只能是死得更快 我们现在连敌人的面都见不着 萧家就算是落败了 也不能认那几个萧小欺负 队长 你发话吧 咱们斗气虽然不高 还是有几个硬骨头 对 绝不能让他人开了笑话 九月九鬼上门 萧家子弟都入坟 买棺材了 不知是哪位前辈 与萧家有什么过节 请出来讲明白 萧组长 萧组长 要棺材不养 听说你这儿有生意做 请问 尊驾大名 你这样的斗气 也配来问我的名号 十五 二十 我那儿还真没这么多棺材 各位委屈一下吧 两个人用一口 好不好 请教了 修理乾坤剑 云兰宗十三殿长老 您是哪一位 萧战 失敬了 你倒是也不瞎 他还知道云兰宗十三殿长老 云兰宗十三套神剑 有十三位长老修炼 百年不献人间了 不知我萧家有何得罪 让您大开杀戒 我是哲云兰宗 你在萧家门前酒铺杀了我两个徒弟 这话怎么讲 他们 窥探我萧家机密 谋杀我萧家子弟 云兰宗与萧家百年之好 我不想因为几个狂徒 来坏了联盟之意 私下出手也是给大家留个面子 兼老先生来追问 也好 杀人者小战就请先生动手 只不过切勿伤害我萧家子弟 你不过是一个废物 杀了你倒让人笑我 我要把萧家老老小小全杀了 才趁我的心和我的意 慢慢等着 别着急死 你太猖狂 这 族长 怎么回事啊 他们几个都是我的弟子 没鼓起 私下里逃走 结果被杀了 尸体从门外扔过来的时候 还是温的 大概是 是三长老一起来了 他们逃走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还跟他们说要结伴而行 想不到 也没能幸免于难 族长 是您让他们走的 既然命都保不住了 留下来干什么呢 族长 不能堕了老祖宗的威风啊 我们要跟敌人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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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宗的那威风 那是老祖宗的事 肖家百年了 我们肖家有得意弟子吗 就算我斗气还在 我能挡住折运手一击吗 肖家弟子们 听我说 把衣服都脱了吗 族长 这可不行啊 听我说 听我说 没什么不行的 肖家二字不值得你们在这儿送死 知道吗 现在 你们把衣服脱了 接班而行 出城去 留下一条命 留得清山寨 不怕没拆手 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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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散了肖家呀 只有保住人 肖家才能不散哪 黑暗将至 族长 族长 不打家族 自相残杀 这天下 恐怕 就要完了 走吧 都走吧 把肖家的衣服都脱下来 不要再回来了 那 各自逃命去吧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 好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 有了 是 主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 剖家庭 谁是 就是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 快 快 走吧 族长 保重 老爷 我扶您歇着去吧 您也走吧 老爷 老爷 您保重 老爷 好清静啊 继续 老爷 久了 皇上 老爷 好 我 我 我 小朕 何德何能 竟能惊动 蓝宗的十三长老 昨晚逃出萧家的男女老幼 一共一百三十三口 都死了 尸体怎么处理 难道我萧家买不起 这百十口棺材吗 你呢 死在地上鸟兽时 死在地下蝼蚁时 随便 小朕 你的斗鸡隔离 为什么空空如也 如果我萧家 有上好的斗鸡 何止有今天 被那个畜生烧了 萧家 萧家无非如此了 你这样的废物 不配威劣吴大家族 你这样的废物 我记得不见 就是你这样的废物 我打算 你这样的废物 我要回应 一段废物 还有两个废物 请不回应 没有 您 诶 此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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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发几步 一会儿是萧家的斗技 一会儿又是星运阁的斗技 不成体统 你是谁 萧战那小子留书给我 说你是萧家 最后一个有天赋的子弟 我看你这乱七八糟的功夫 真是让人失望了 萧家子孙孝爷 叩见先祖 起来吧 先祖 我大哥说 萧家墓地里面 还有一位先祖惊魂未灭 没想到你 竟然还活着 请问您是哪位先祖 连我是哪位祖宗都不知道 就给我磕头啊 你这孩子也倒好笑 我是萧祖 萧 萧祖 那您 快一千岁了 怎么 觉着我是个妖怪 不敢不敢 跟我来 比你还老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带领族人 跟随斗地诛灭魂殿里 当时吃了一种斗地亲刺的丹药 这种丹药可以让人进入昏睡 每一家子苏醒一次 每次苏醒三十天 这次刚好是三十天之期 我已经醒了很久了 你 怎么刚下来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路贪看斗技与功法 所以才迟到了 就你这乱七八糟的功法 斗技也不足 看来有什么用 我呢 虽然斗技不足 但多学学斗技与功法 总有一天会有用武之地的 口气倒不小 像我萧家的人 来 把你学过的斗技 练出来让我看看 是 你这也算斗技 我已经在这等你很久了 你还有二十八天的时间 打得过我你出去 打不过我 你留下来没我 直到下一个萧家人的到来 拿什么 就你这两下子出去 也敢说是萧家的子弟 别丢人了 上面斗技格里 全是萧家斗技的精髓 别人想都不要想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不过 我要先把你身上 星云阁的功法废掉 好让你一心一意地 学本门功法 别啊老祖宗 大不了以后我不用就是了 其他没有用的功法 以后不要练了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不过 我要先把你身上 星云阁的功法废掉 好让你一心一意地 学本门功法 别啊老祖宗 大不了以后我不用就是了 其他没有用的功法 以后不要练了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怒施狂刚 我 看清楚没有 没有 这么简单都不会 老祖宗 您不能只出招不教我呀 您 您还是得把窍门告诉我的 是 狮子 是斗气凝化所长 您往外送气的时候 要做到收放自如 狮子的行 就是斗气的意 行意要合一 今使用刚弄之力 是不行的 是 我 我先去看看书房 我先去看看书房 您在做什么呀 我再给你打张床 我再给你打张床 我来帮你 不用了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睡地上也行 一睡六十年 地上很潮的 对身体不好 是六十年 是六十年 对呀 我们说好的呀 你打不过我 就要在这儿陪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多半是出不去了 不是 到时候我分你一颗丹药 六十年后 咱们一起行 接着学 接着练 你什么时候 能打得过我 什么时候出去 您是在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去那儿看看 都多少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不行啊 老祖宗 您 您都已经修炼了 近千年了 我才十几岁 您这就是欺负小孩 孩子啊 你爹说得没错 你的底子确实不错 不过要求你在三十天内 打过我 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所以呀 咱们不着急出去啊 你在这儿陪我睡一个夹子 两个夹子的 说不定就能打过我了 这床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不行的 不行的 老祖宗 我 我不能留在这儿陪您睡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萧家现在也很危险 我必须得出去 怎么危险了 你说给我听听 据说我面生现在 已经冲破了封印 即将进攻斗骑大陆 萧家作为武族之仪 首当其仇 如果是一夹子再出去 萧家说不定到时候都已经没有萧家了 没了就没了 你不是还在吗 你在 萧家就在 不行 那 那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呢 我必须得出去 老祖宗您就别留我了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出去了 你能救得了他们吗 孩子啊 只有活到我这个岁数 才能明白 人事只不过是匆匆一瞥 谁家兴旺 谁家败落 那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阵波澜 你知道大海是什么吗 海是你的本事 你的斗骑 你把斗骑阁里的斗骑都学会了 你成为斗圣斗帝 那你 就是天下第一 到那个时候 你想让谁家兴旺就兴旺 你想让谁家败落就败落 岂不是比现在痛快 年轻人 目光要放远一点 能让我做天下第一 你还年轻 你要继承我的意义 一步把萧家的斗骑 发扬光荡 三花聚鼎五心朝天 斗骑从丹田出境背后脊椎过十三重楼 入后脑过梵鼎学经文香学 入咽喉过气海再入丹田 你睡吧 睡吧 你太让我失望了 萧家子弟没有当逃兵的 我说过 打不赢我不能走 你这样偷跑 算什么 我这不叫偷跑 我的朋友有危险 我必须得去救他 什么朋友 他 他的命珠 骨足的 骨足的 就你这功夫 你能救得了谁呀 女孩吗 是 你放着天下第一的名为不要 却要为一个女孩去送死 我萧家人什么时候这样没有志气 好色到这种程度 我这不叫好色 贪恋女色是斗者大忌 你怎么就不明白哪 这个世界上修炼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啊 不可能 小子 小子 你是要与我为敌吗 我们再打一场 不用萧家斗气 行不行 不行 好 那自创的呢 只要你能创得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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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再次 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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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劫放 臭小子 敢在你老祖宗面前 用魂殿的斗气 你不怕我打死你 你还敢笑 你以为 你用那些绚人耳目的邪术 会很高明吗 不高明也逼退了你一步 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 我真是太傻了 自从我进了这个斗气阁 我就被那些斗气所困住了 那些斗气虽然是好 但又有什么用呢 你敢说我们萧家斗气没有用 对地之事 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什么合适用什么 何必分你的斗气 我的斗气 斗气本就是天下公器 门派之间 正邪之分 不过是人们一向锦鱼编出来的罢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会成为一个刀鸡隔离的活死人 我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阻碍 现在 我可以打败你 我可以打败你 自经一师王受火 不错 此火来自高杰魔兽 生性霸道 且极具毁灭性 不过此火对我没有 你还要其他的招吗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竟然有在日月同徽之时 在极寒与极阴之地出现的 古灵棱祸 不过 受火难得 亦有我更难得 你能收服这两种极其罕见的火 说明你天赋亿灵 我们萧家 后继有人了 住手 这两种火生性排斥 有如宋一般极不相容 合在一起会爆炸的 你再这样下去会炸死你的 你快停下来 别过来 我可以打 可以打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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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可以的 尽力 侵你 你能赋争 就适合 还是 从某 fairy下等 在树上 左右 虽然 虽然 当我 这些大人 说什么 早领 轻 连心 生一簇轻我 顾鸣 轻连地心我 你输起来吧 快输了他 不如罪网了 这有很危险的 啊 啊 啊 三火相容 三火相容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祖祖 我 小子 这次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 你要是有我这个功力 再扔出第二个莲花 我看就算魂灭生在你面前 他也会狼狈逃脱的 是我无礼了 老祖宗 我啊 根本弄不出第二个 这第一个火莲 就已经耗尽了我全身所有的斗气了 是啊 你的斗气没有达到斗黄的地步 想扔出第二个也难 不过仅此一个 足以惊世骇俗 惊天动地 你是从哪儿学的 是我自创的 在我得到一伙之后 我有试着玩过 我将古灵冷火和瘦火融合到一块 扔出去让它爆炸 威力巨大 不过 今天这三火相容 我也是第一次 我刚才看你的样子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就像一尊佛像 盘坐于青莲之上 神少而不可亵渡 你给它起名字没有 叫佛怒火莲 佛怒火莲 天下至尊至大的 莫过于佛祖 至刚至阳的 莫过于异火 传说佛祖一怒 喜倾天地 所以我才起这个名 了不起 这一招 担得起这个名字 多谢老祖祖 今天 刚好是第三十天 我 这次 算你赢了 我要谢谢你 年轻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我千百年来 却没有想清楚 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斗魂的境界 是天下公认的天才 这个斗技阁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耗尽毕生的心血收集来的 我当时的梦想 就是炼变天下所有的功法斗技 成为天下第一的斗争 这种执念 我到今天都没有放下 以至于惊魂不散 争分独妙 倒是你说得对啊 何必做一个斗技阁里的火死人呢 是我自己吃了 别啊 老祖宗 是我胡言乱语的 您不要 读书有书呆子 练武有武呆子 我也是刚刚明白啊 这 这 这什么药啊 该该该该该不会是 别担心 我说过你赢了就不会留你 这是天下只有两颗的九品呆药 我一颗你一颗 关键时刻能还魂续命 还魂续命 就是你可以死两次 六十年后记得来看 跟我讲讲外面那些事情 是 老祖宗 六十年后 小爷一定来看你 到时候咱们好好地打一场 那些事情 下来看你 是你 是你 有什么想法 和你一颗 或是你一颗 还有你一颗 和你一颗 你一颗 有此劫 小子 你的戏该唱完了 如今斗气大怒 妖气横行 云兰宗 不仅为见一人出寨 你身为五大家族的领袖 也硬说你要闭关修炼 真的不怕天下人耻笑 云兰宗已经投靠了魂殿吗 你想死 但待在各派英雄面前 污蔑云兰宗 是魂殿的爪牙 你只派云兰宗十三长老 命我萧家满门 抓走我爹交给魂殿 我萧家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 结成了你剑下的亡魂 你只派云人 今日我上云兰宗 第三件事 便是替我萧家报仇 让云山 逃公道 云山老狗 下来受死 保护朕 女人 逃公道 打払人 将军 July 一挥 哪 四国 恨 云烟布日阵 请准备 我 那个 好 芸山 你背弃武卒 投靠魂殿 灭萧家满门 秦族长萧战 今日我古卒 就要替天行道 与你不死不休 古卒龙母 大夫 你管好自己家门 云兰宗之事与你无关 我自幼萧家长大 如同亲生 倒是你 投靠魂殿 你还记得你自己姓什么吗 相儿 不用跟他废话 你们两个半大的小孩子 竟敢血口喷仁 你们真的认为可以在这里 抖威风吗 小爷 你联合古卒龙母 对云兰宗 星韵阁 甚至是纳兰家 调起纷争 破坏武卒联盟的情谊 你 你才是叛徒 别有用心的小人 还在狡辩 不待我把你云兰宗踏平 我倒要看看你的主子血宗 抽不出来管你 绑枉 哈哈哈哈 哎 啊 蛇人族 殿前将军 莫巴斯 参见蛇王 啊 尽管 有啊 不 啊 诶 诶 拜见蛇王陛下 不是让你们不要来了吗 蛇王有恩于蛇人国 您有难 我们岂能做事不管 言出必行 有恩必报 这也是女王陛下的意思 多谢了 都到齐了吗 帮你的人倒不少啊 既然都来了 都不要走了 变阵 接阵 走 走 走 杀我全族 活到头了 你爹的事情我也不想的 他不肯把古玉给我 我只有让他去魂殿祭坛 让他好好地想想明白 你就跟你爹一样 倔脾气 我看我把你挂在祭坛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怎么去 天火三玄殿 天 地 殿 你别跑 把你给了 你怎么还要 你干吗 我干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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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有这样的功夫 无极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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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后 小子我现在让你尝一尝云兰宗十三剑的滋味 就这小子 挑起五族纷争想毁了我们云兰宗 杀 想毁我云兰宗 我罢了你的品 你终于出来了 哪位是折云首 我是 就是你 什么狗屁窦黄强者 就是给魂殿做奴才的软骨头 今日整个云兰山 就是你们十四个人的棺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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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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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阿世真的要兴神戒灭了 杨老 图快活 把你拖到麻烦里来了 你不是说 只来赴三年之约 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 我萧家一命 云山和韩风联手逃敌 武族已经舍了三支了 乃兰家和谷族也危在旦夕 我这三年之约 只不过是丝绸罢了 可如果这些害群之马不出 都骑大路 永无宁是 我萧爷 从来都不是这种 卑躬屈膝的人啊 说得好小子 我早就说过 我已经准备好 要为那个人付出一切 如果今天你能活下来 你一定是那个人 让我们再送他们一份大力 还要给你 我再给你 三千雷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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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火铁 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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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走 我们回魔术山脉 相公 相公 向叔叔被抓来云兰宗的时候 我见到他了 他告诉我 要保全自己 努力活下去 你如果见到他 请替我告诉他 对不起 你带他走吧 你带他